欢迎和我们一起翻阅日历 我是周群 我是恩泰 这个天特别热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解渴解暑的应该是绿豆汤啊 而绿豆汤可能最好的工具就是高压锅了 又快又好吃啊 但是我听到一个笑话挺好的 说这个妻子在家煮绿豆汤 连给丈夫打了四个电话 问他说老公啊 这高压锅的阀在哪呢 阀就是那个出气口那个东西 结果找了半天一直没找到 眼看这两个人在电话里就要吵起来了 突然听到妻子近乎 哎呀老公不好了 我把阀和锅一起煮了 混在绿豆当中 对放在这个锅里没看见 其实我觉得高压锅的发明 对我们的生活特别有帮助 快速简便 一般的老百姓那些家庭也喜欢用高压锅 做汤啊 做菜煮饭 都挺方便的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高压锅呢 是因为进入阅人无数这个环节 首先就要提到与之相关的人 好马上进入的就是我们的阅人无数 愿人无数每天都有名人出生也有名人离开我们 今天这个日子呢是2006年的8月22日 今天是星期二 嗯 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压锅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细说端倪啊 嗯 在1647年的8月22号 法国发明家 丹尼斯帕平出生 嗯 这个人的名字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呢他是发明高压锅的人 哎 这高压锅的原理很简单嘛 就是压力越大 他的费点就越高 嗯 原本比较难煮熟的东西 可能就会方便去煮 最开始不叫高压锅 叫消化锅 哎 然后呢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他这个高压锅一用 他把时间缩短了很多 嗯 缩短了一大半 啊 这个发明家帕平呢 实际上啊 他是一个学数学的人 他是德国马尔堡大学的数学教授 嗯 但是他喜欢搞发明 也正因为这个呢 他他挺穷啊 他老是把自己的精力和钱都放在这上面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一位体坛明星 1957年8月22号出生的史蒂夫戴维斯 来看照片 嗯 1983年起啊 这位有着天然金块和活力法师绰号的斯诺克奇才啊 就接连赢得了五场世锦赛的冠军 我们前两天刚好说到这个 但凡是这个头发少的运动员 都属于技巧型的运动员 对他也是技巧型的运动员 非常厉害 你想五场冠军 两场屈居亚军 成绩的确是令人刮目相看 嗯 他是第一个被摄像机完整记录下来的 呃 单杆打出147度满分的选手 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在 一个赛季里比赛中赢得了50万英镑的斯诺克选手 打台球能够致富发家呀 你知道吗 每一年他从这个签名参加表演和有关的活动当中收入有多少 嗯 五六千万 那有点多 不过折合成人民币也是挺高的 他是150万英镑 哦 对对对 挺多的了 是这个就使得他成功的集身在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运动员行列之中了 嗯哼 好了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事天天说 家事国事天下事有事天天说 嗯 恩太 我去过的地方多吧 对 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我吧 我以后一定要去一些更多的地方 坦桑尼亚毛里求斯刚果利亚 其实我跟你说 我发现有八大国家你都去了 不 主要是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对我们这节目特有帮助 我发现他说的都跟我去的有关系 对对对对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去过的卢浮宫 卢浮宫里有三件宝你知道是什么吗 卢浮宫里三件宝 就是不非就是一些名画 给你介绍是萨姆特拉斯顺利女神雕像 维纳斯雕像 还有蒙娜丽莎的画像 有蒙娜丽莎应该是最著名的吧 这几个 今天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蒙娜丽莎 因为在1911年的8月22号 1911年的今天蒙娜丽莎这幅画被偷走了 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 一般来说从一个博物馆里偷东西呢 是男上加男 特别难 实际上卢浮宫他管理的并不是很严密 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这有资料大约有两万多件作品 就是从卢浮宫被偷掉的 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员工具体的数目 以及他们实际上工作的时间 随便举个例子 1998年有一幅科罗的话被偷了 于是一名员工被解雇 这是98年的事 离今天还不是特别远 也就8年的时间 这个保安被解雇之后 两年多以后才把自己的钥匙还给了这个博物馆 就是说在这两年之内 他还可以随便进这个地方 就跟进自己家的门一样 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很多方面 卢浮宫做的并不是很讲迷 而且我觉得98年这个时候离我们已经非常近了 应该说这个保安工作做得非常好 我们把这个主题说回来 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被盗事件的主人公是谁呢 除了蒙娜丽莎之外 还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叫做温秦佐佩鲁甲 是一位30多岁的意大利人 他是个油漆匠 为了方便起见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人就叫他油漆匠 他其实是卢浮宫里的油漆匠 他是卢浮宫里的油漆匠 一开始就想偷了 他想偷的那个话还不是蒙娜丽莎 他是想偷那个战神云维纳斯 后来他在卢浮宫听到一些参观者一直在赞赏这幅画 后来想想 干脆偷偷这个吧 而且这幅画的体积要稍微小一点 跟其他的画比起来特别小 然后方便携带放在衣服里面一弄 他就可以出去 后来呢 的確确他就这么定下了目标 要偷蒙娜丽莎 在1911年的8月22日清晨 那天是一个礼拜一 礼拜一卢浮宫闭关 这个油漆匠实际上已经事先前一天呢 躲在那个卢浮宫里面一个小屋子里 好了到第二天闭关日 没什么人跑出来了 把那个画从那个意大利的画框当中取下来 卷起来 藏在衣服下面 然后再把门上那个螺丝拧下来 桃枝摇摇 这画就没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后来啊 马上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但凡有一个事情引起媒体的关注 就会变得不一样 媒体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原来龙娜丽莎没有那么有名的 没有太多的人说它是最好的画 多么了不起国宝 怎么没有 但是这画一丢了之后 意大利的报纸 法国的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 大量的报道这个画被窃着这个情况 你知道吗 这就应验了一句话 叫失去的才是最珍贵的 你像意大利人就有复杂的心理了 原本这画是意大利人的话 他们本来就想啊 这个画本来是我们国家的 现在在法国被凑了 他们也很心疼 太过分了 意大利的报纸就这样报道 它有一个漫画 漫画大致是两个人 在那个梁上 头年画 梁上君子 那个名字有点像我们现在 一个好莱坞大片的名字 Mission Impossible 它是写什么呢 这个漫画的名字叫做 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意大利的那边的 一些报道的情况 法国又也是很多的篇幅 在报道这幅画 老百姓真的就开始 有点激动了 想找这幅画 为什么呢 报道上都说 这有可能是我们 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完美的话 好了 我这有一份资料 蒙娜丽莎名气大增 法国人才知道 自己的国家还有这么好的话 把8月22日定为国难日 全国4万多人精神时长 到了8月30日 卢浮宫重新开馆 大量的法国人去参观 伤心悲哀 两万多人哭着喊着 祈求切尊的画拿回来 可见这个蒙娜丽莎 这幅画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 你知道吗 这个画失窃之后 讽刺性的明信片 出来的特别多 还有一张明信片 是一个窃贼 带着画是逃之夭夭 但是呢 警卫却在憨然入睡 还有一张明信片呢 莫娜丽莎咧着嘴 微笑着说 四百年后 我终于又重获自由了 耶 说到这儿 我顺便说一下 插一下画 很巧合 也是在8月22号 某一年的这一天 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画 挪威画家 蒙克的呐喊被偷了 我见过 这个我见过 这个真记 在哪呢 在上海 有一年来上海展览 我就去博物馆 仔细看到老半天 名画嘛 也是在8月22号 这一天挺有意思 名画爱在这一天被偷 不 我估计是别人这个 作案的时候 其实也是选一个日子 发现 嗯 这一天 莫娜丽莎都被偷了 这一天是黄道吉日 对 适合 偷画 搬迁 偷画 这是一个 一个我们插进来说的一个事 这个画呀 被偷走了 但是这个油漆匠呢 始终把这个画 拿在自己的手中 其实并没有马上出手 因为他也害怕 怕这个立马被发现了嘛 这是真是风口浪尖上 嗯 到了1913年啊 我觉得这油漆匠挺背的 你知道吗 他揣着一幅名画 但是又不能出手 对 于是呢 他写了一封信 给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 声称要把画还给意大利 要换5万里拉的费用 暗示呢 他是受这个爱国心的驱使 才来做这个事的 5万里拉那才多少钱啊 现在想想蒙娜丽莎 那是什么价位 其实是叫无价 priceless 对 根本就 你就是开再高的价 这种法国政府 也不可能把这话卖给你 对 对